解馋小零嘴 旺旺 无聊派 绝带爽焦 闲聊追剧新选择 焦香四溢 香辣酥脆 先选辣椒酥 皮厚 肉香 越嚼越香 先入严选白芝麻 还有浓郁蒜香小小酥 金黄酥脆 混搭蹦出新食感 云指 回味无穷 小包装方便分享 快点够 美味欣赏食 蓝光危害无所不在 现代人三膝不离生 增加眼睛疲劳 我们的日光灯 LED灯 这些里面有很多的蓝光 你需要真正20倍防蓝光眼镜 新大专利认证推荐 蓝光阻隔率高达90% 互眼好安心 四款时尚近框 兼顾健康与美颜 中天快点够独家最优惠 好评热销中 欢迎收看全球大事业 我是林家元 谢谢大家背靠 被支持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 重点支持分享 让更多人看到 一起来充百万订阅 热烈欢迎前立委郭宣亮参与讨论 大便 一开始还是要请全球华人 一起来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然后我的推介代码 cti627 还要请我们帮忙三个小编 推荐代码有三位 cti126197还有114 怎么下载呢 画面当中右下角QR Code 立刻扫描 聊天室置顶 也都有相关的连结 或直接到APP Store 或者是Google Play商店 搜寻中天新闻 就会看到蓝色小方块 cti中天新闻按下下载键 记得一定要在APP评分 给我们五颗星 留言喜欢中天新闻网APP 第一次打开中天新闻网APP的时候 你会看到存取权 记得按下了解 接着要推荐代码 这个栏位如果已经有的话 就按下一步 如果是空白的话 我的推荐代码 cti627 3号小编 cti126 一起来充下载量 好 今天要聊哪些 关键的重点议题呢 一起来看看说 现在美国要围堵中国大陆 尤其是什么 在G7的时候想要围堵大陆 但是风向已经出来了 一开始来看到 5月19号的时候 G7要开会议了 然后要剑指中国大陆 强调不允许经济胁迫 但是13号 在G7财产会的时候 其实会后的公报 居然没有提到中国大陆 然后也没有提到经济的胁迫 好 亮哥就说了 美国想要围堵中国大陆 讲经济胁迫 G7恐怕怎么样 有难度 我们先来听听看 中国大陆外交部 怎么说美国说 中国大陆是经济胁迫呢 说到经济胁迫 这顶帽子毫无疑问 美国戴最合适 作为上世纪80年代 广场协议的受害者 日方对此最应该有深切体会 如果七国集团国家 真正关注经济安全的话 就应当要求美国 立即停止以国家安全为名 请打压遏制他国之时 亮哥 美国想要在G7 叫大家控诉大陆经济胁迫 但是财长会议 看起来没有这样子 然后刚刚万卉宾也说 讲经济胁迫 这个帽子你戴比较适合 他财长会议 本来有一个地方 要写到供应链 那个部分本来是要 指名道姓讲中国 结果欧洲国家反对 所以连China这个词 都没有写出来 俄乌战争那边 就直接点名俄罗斯 所以因为财长会议之后 才是领导人高峰会 领导人高峰会 美国酝酿的就更多了 他酝酿要写一个中国专章 然后还有一个叫 经济安全专章 欧洲的国家基本上 也是倾向于说 只做一般性的警告 不要具体 不要那么针对性 不要指名 也不要直接写出具体的反制措施 应该还是让各国有他的弹性这样 对 我认为 如果连财长会议都没得逞 领导人峰会得逞的几率更低 尤其是汪文斌刚刚讲的话很有道理 比如说 请问是谁在打贸易战 对 谁在打科技战 对不对 然后谁动不动就把人家列为黑名单 看起来都是美国 是啊 全世界都知道 连欧洲的企业也被美国搞过 所以 所以我觉得汪文斌那段话 就是讲出这几年来 国际所看到的实际状况 就是中国事实上是被美国 打压的对象才对 对 你怎么现在 被打压 反而 这个 经济胁迫这个帽子 要抠到中国的头上 而且他针对的是能源 他那个胁迫显然又暗指 维吾尔 新疆太阳人 强制劳动 显然又在暗示这个东西 我认为欧洲不会接受 欧洲不会接受 欧洲看起来也是明理的 因为欧洲很多企业 都自己有去深耕新疆的问题 你去暗指新疆有种族灭绝 有这个强迫劳动 但是Volkswagen 他们就在新疆设厂了 他们就已经说过 他们的厂没有这个问题 也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所以刚刚亮哥就会说了 G7很多都是美国盟友 他也会想说 你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 还是只是叫大家一起陪着你 帮你背书抗中 难怪来看到 像是德国之声就说了 这个财长会议 没有提到美国提出来的想法 打击中国大陆 对其他经济胁迫的行为 AP美联社也说 与会的财长的官员 就显然不愿公开谴责中国大陆 因为大多数国家 跟大陆有着厉害的关系 这其实还是有点美式的观点 说你就是因为靠大陆 所以不愿意谴责 但是很多G7国家 也许也觉得跟你美国立场不太一样 尤其在俄乌的局势 现在中国大陆扮演 很关键性的角色 尤其来看到的是 李辉特使他要去访问 现在来靠乌克兰 波兰 法国 德国 俄罗斯这五个国家 然后但是 这最近真的是也是杀红了眼 中国大陆特使到达前 俄乌双方正是杀红了眼 5月13号俄罗斯四架的飞机 就是怎样 坠毁了 人员都丧命了 然后乌克兰西部 也是有一些军事基地 被俄军给袭击 迅古云等等的 然后乌东的小镇 巴赫姆特被说是绞肉机 所以现在真的是 双边也是杀红了眼 所以理会的大使 他的任务真的也是满难的 我刚刚来之前 我还看到两个新的新闻 就是巴赫姆特俄罗斯丢燃烧弹 那烧了一大片 还有另外一个是 大概是顿巴斯 被丢了一个英国所提供的 这个远程的导弹 就是那个可以射250公里那个 对 目前还在查 如果是的话 俄罗斯今天提出郑重警告 因为这个基本上还打在乌克兰 那如果打到俄罗斯境内 对 那不得了 我认为会不得了 英国恐怕会出事 是 因为以俄罗斯 因为这次 最挺乌克兰 提供最多先端导弹的 就是英国 就是英国 目前李辉这个工作坦白讲 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 中国大陆所列出的五个国家 都是最关键的 对 我们讲放在乌克兰 就是广义叫老欧洲 就是欧陆的两大国 然后波兰就叫新欧洲 事实上就是清美的那一块 波兰当然跟乌克兰也有特别的关系 因为乌西 以前有一些是波兰的土地 而且他们都是姓天主教的 然后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 我觉得李辉大概就是去 比较接近是情报收集 先聆听你的看法 汇集意见 对 中国大陆总是要做这个基层的一个动作 就是聆听你的意见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然后大概 我相信中方自己也会整理出几个真点 就是说这里是有 大家是不是在这里找个交集 可能性存不存在 对 这个就是第一轮 不过就是说 李辉至少启程了 那就是表示 中国大陆的12点和平立场文件 已经进入操作阶段 这个初步的操作阶段 这一轮走完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 其他国家也要处理了 比如说法国 也就要开始处理了 他必须要有一些动作 你们欧洲的事情 欧盟 比如说那个 我们讲那个博瑞尔 那个安全代表 他恐怕也要做点动作 大概是这一些 然后也许这里面 还会有一些热心的国家 当然 最后美国也要表态 就是这样 不然的话 和平的进程 不会那么快来到 因为目前俄罗斯跟乌克兰 我的感觉 都是想要搞 那个进二退一的策略 就我先趁 这个武器多的时候 能量大的时候 我先抢占地盘 这是乌克兰 然后再往后退一下这样 可是坦白说乌克兰 乌克兰当然有听到一些消息 比如说他觉得他的装甲车辆 大概汇聚到1000辆左右 坦克230辆 然后也有一些五人机 德国这个令我有点意外 就是萧芝跟泽伦斯基 共同表态 说要支持乌克兰打到底 还说给27亿的欧元 对 我就不知道萧芝 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坚定 27亿欧元能打多久 我们说实在话 也是个问号 而且这个G7的财长会议 决定到明年初 总共要支援 乌克兰440亿欧 440亿美元 440亿美元坦白说 我们现在才5月 5月你打了半年7个月 440亿其实也很有限 尤其是我看到另外一个数字 我就觉得目瞪口呆 说还要协调国际货币基金 未来4年要提供乌克兰 156亿美元 我说什么 供重建之用 重建 乌克兰重建至少要5000亿美元 怎么是100多亿 156 这太少了 就国际货币基金 所以我坦白说 我看到这两个数字 一个440亿 说让他继续打仗 另外一个是156亿 供他重建之用 我就感受到这个G7 也有点力不从心了 力不从心 但是美国现在怎么样 也会担心的 说如果这个局一直烧下去的话 其实会拖累到拜登 自己的选情也不一定 因为怎么样 现在川普都讲了很白了 他就主张说 如果他当选的话怎么样 这个俄乌马上就会结束等等 所以美债 包括俄乌这个局势 也会压垮拜登的一个选情吧 当然会 所以不然他干嘛去见王毅 对不对 这个孰立文见王毅 他当然就是希望 事实上 你可以看美方的新闻稿 他主要就是俄乌战争 对 两岸问题他是放在后面 但是台湾是大陆关心的 是吧 所以第一个问题 美国就是放俄乌战争 对不对 我觉得大陆也满给他面子 就李辉5月15就出发了 对不对 就表示说我有听到 我就去运作看看 拜登我认为 他如果不能够在今年底之前 搞出一个停火 明年他会非常狼狈 我说实在 而且还在忙着举摘上线 对不对 这个众议院 这个5月之后美国每笔钱 他都要审查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川普在那边 虎视眈眈 而且你要知道 共和党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势 就是川普跟Desantis 可能会联合 川普现在都说民调赢拜登 Desantis也赢拜登 如果两个又变强强联手了 而且Desantis的募款是第一名 对 他很强 因为对Desantis来讲 川普再当一任 他接下来就选了 不是吗 对 如果是这两个人加起来 能量不一样 已经过半 已经过半了 所以事实上 拜登无论如何 一定不能再有变数了 就是说这个俄乌战争 他今年一定要把它结束 至少一定要停火 就没有进一步的 像个无底洞这样 这个问题他一定要处理掉 不然他明年真的会很难选 我觉得他自己心知肚明 全世界都心知肚明 一个是拜登加上贺锦丽 一边是Desantis跟川普 贺锦丽毫无竞争力 没有加到分 是 没有加分 所以拜登现在才会怎么样 拜登政府很希望 跟中国大陆好好谈 所以现在也被说 你底气也被看光光了 所以现在希望跟中国大陆谈 这个俄乌局势 你真的也需要中国大陆帮忙 一开始12点声明的时候 畅衰 你又没有停火等等 像布林肯帮你补了 就是说这个停火的东西 其实大陆有讲了 然后现在中国大陆 当然要照自己的步伐 好好的稳扎稳党 尤其是外交的布局的这一块 这个礼拜重头戏 真的很重要 5月18号到19号的时候 中国中亚峰会就要在 陕西的西安市来举行了 大陆国家主席习 习近平要主持峰会 哈萨克 基尔吉斯 塔吉克 土库曼 然后这些相关斯坦的国家的元首 都会与会 好 然后德国之声就说了 这就是要凸显北京 要大举加深在中亚的力量 特别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 干涉中亚地区外部势力减少了 这当然中亚也被说是 中国大陆的战略的给予 因为俄误的局势 所以美国极限施压俄国 就导致中亚这个地方 其实让中国大陆 也会更加的紧密 这个是必然的 因为以前主要被人家视为 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在俄乌战争之后 坦白说大部分的中亚国家 是同情乌克兰的 因为他们都是苏联前共和国 他就怕被你打 说实在 本来他们都要靠到西方那边去 俄罗斯干脆就开个大门 让中国的力量进来 不然都靠向美国了 一定会靠向美国一定的 这没有办法 中国大陆跟他们之间 刚好互补性非常高 因为土库曼本来就是 中国大陆最大的天然气进口 然后还有哈萨克 这个贸易都是第一的 然后现在又加了一个中级乌 新的一个变数 就是这条铁路今天也开工 中国大陆更不容易的是 他伊朗那边 还有阿富汗那边也打通了 那整个灌过去 所以你去想一想 这个中级乌 就是中国吉尔吉斯到乌兹别克 再往前就是伊朗 对不对 再往前就伊朗 伊朗就可以到土耳其了 土耳其就到欧洲了 等于中亚到欧洲整个灌过去了 等于是第二条中欧班列 就是我认为在五六年内 这一条中欧班列 应该就会慢慢成型 这个当然对沿线国家 大概就是大利多对不对 这个大概也只有中国做得到 就是说中国 我们讲白了 就是说从俄罗斯到中亚 然后经过阿富汗到巴基斯坦 或者是从阿富汗到伊朗 再到土耳其 大概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 他没有敌对国家 然后分量也足够 然后基建跟工业能力也足够 可以把这些地方给他串起来 而且中国大陆他 全世界的货品贸易 本来就占16% 所以他对外要连成一条线 本来就有很大的诱因 包括他自己在内 还有其他国家 还有基建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 我觉得这个是水到渠成的事 只是说终于发生了 就是中亚跟中国的高峰会 这个本来大家就预期早晚会发生 因为中国大陆本来就有参加 我们说上海合作组织 很多国家本来就在里面 俄罗斯现在跟中国都背靠背 俄罗斯自己也搞了一个集安组织 然后就要对接 还有欧亚经济联盟 这全部都对接了 对 所以这个当然就意味着人民币的势力 会继续往外扩张 人民币势力 因为怎么样 大家各个国家都是怎样 都是苦美酒磊 担心被你美国制裁吗 刚刚亮哥讲了那么多 伊朗光是伊朗就会担心被美国制裁 所以中国的 而且中亚的国家 中国大部分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 对 是 为什么一带一路很大关键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图 就会知道一带一路为什么 是中国大部分剥划十几年 真的是像亮哥说的水到渠成了 陆上思路跟海上思路 这当年的 你看陆上思路 东南亚 南亚 中亚 西亚 俄罗斯 欧洲 地中海等等 但是亮哥说了 刚刚也许第二条的中欧斑列 也会出来 那就是很大的重点 海上思路更不用说了 南海 南太平洋 印度洋这些东西 陆上跟海上整个大串连 然后中亚的这一块 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它就是等于是 一带一路的第一站了 所以中亚国家才会跟中国大陆 更加的紧密 对不对 亮哥 你看 因为中亚本来 它下面是阿富汗 那个地方还在战乱之中 所以非常不稳定 基本上现在中俄也 共同在协助阿富汗要稳定局面 阿富汗再下来就是巴基斯坦 对 巴铁 那一样也是中国的好朋友 对不对 那从阿富汗再上去就是伊朗 就穿起来了 伊朗跟西亚 就我们广义讲的中东 那现在也和解了 所以整个空间 空前巨大 这个一马平川这个历史上 大概这种机遇已经 一百多年没有看到了 一百多年没看到 中国大陆重返了 世界的舞台中心 那刚刚亮哥说的水到渠成 真的也是布局很久 跟这些所有的国家 也没有这些恩恩艳悦 然后又有这个机械能力 难怪会能够服众吗 管我来继续说 今日女儿不孝 此族不出名 翠世才无不孝女 十一 只是南辰王府的十一 十一 在家中被换作十一是吗 正好 我已经有十个徒弟了 我也叫你十一 很好 全台首播 周生如故 中天娱乐台敬请期待 好我们说中国大陆 这个和平的崛起 但是美国就是想要围堵大陆 大陆当然要有怎么样 要有军事的底气来作为后盾 所以美国在当年的时候 围出所谓三条岛链 现在一一的被中国大陆给破解了 第一条 第一条岛链根本就早就已经没有了 现在第二条的岛链 看起来也是已经攻破了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大陆最近 美国不是派了航母 要重返了日本这边驻流 尼米兹 但是中国大陆包括了 三个路线的军舰 去整个围了日本一圈 三个路线 第一个路线来看到的是 796的电子侦察船在这个地方 第二条路线就是洞武拉萨舰 是往北的这个地方 拉萨舰 贵阳舰这些东西 这一些舰艇是在第二路 第三路是用逆时钟的方向 在这个地方冲繩 琉球这些地方 亮哥你怎么看 因为亮哥精辟的说法是说 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 早就拦不住 这个还不到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在这边 关岛 关岛我们等一下还会讲 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关岛 中国大陆山东建 就在关岛那个地方了 我觉得这个是在 秀给日本看的 就是岸田文雄 你自己要想清楚 因为这次的G7 事实上最积极在运作 就是岸田文雄 而且他心里也有一个小算盘 就是G7之后民调拉高 可能就要解散众愿 然后再次连任 简单讲就是他要做久一点 因为今年我们知道 日本的国防预算 增加了26% 然后他们的预期就是 要增加到GDP的2% 岸田大概就是要走完全程 我认为他有这个雄心壮志 他跟尹錫悦是不一样 尹錫悦已任而已 而且民调传 而且尹錫悦没有办法掌握全局 国会也没过半 他是脆弱的 自民党加公民党 大概掌握2 3 所以坦白说 他是可以影响 翻转整个日本的体制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包括日本的保守派 基本上都期待岸田 把安倍路线坐实 这个坐实就是说 你美国既然要把我推到 第一岛链 那你要武装我 他也不要美国武装 他要自己武装 要有这个实力 我觉得他的独立自主性 非常强 他比德国强多了 德国是最明显的对比 当然他也不可能像戴高乐这样 毕竟是战败国 可是他有一个小算盘 就是说我国防要很多 都要自己做 虽然跟美国买了战斧飞弹 可是接下来有长城导弹 军舰 小航母 各种航太的科技 他大概都要自己来 可能也会包括政治体制上的改变 这个还要观察 就是他会不会修陷 因为他如果做到一定程度 可能就水到渠成 他就要成为正常国家了 因为你说这样还叫自卫队 那说不过去吧 对 根本就是攻击型的了 根本已经是军队了好不好 对 根本就 就是军队 怎么自卫队 对不对 基本上他已经 根本就已经不是专守防御的 一个宪法规定了 完全不适合了 对 这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时代杂志 内文写那个标题 说要从和平主义 走向军事强权 日本还生气 是吗 可是 被人家戳破了还生气 可是要走出和平主义 这个是非常清楚了 至于说你是不是军事强权 是对比的 因为你旁边要是 他这样还不强权 不 因为你两边那个国家太强 你两边是中国跟俄罗斯 对不对 不能跟第二跟第三比 他也是强权 对 我当然同意 可是就是说 他历来攻击性武器很少 因为他是战败国 所以他也没有轟炸机 各种导弹也不完备等等 等于就是 他可能会在这几年陆续 来做一些布局 是 为什么说中国大陆 秀肌肉给日本看 刚刚我们迎新秀过了 中国大陆三大的舰艇 围了日本一圈 不只是如此 尤其是来看到 中国大陆之前也传出说 094的战略核潜艇 出现了西太平洋 然后距离关岛以西 大概是800公里的菲律宾海 浮出海面 其实就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已经接近 第二岛电关岛这个地方了 094的战略核潜艇 它的排水量是超过了1万吨 然后它可以搭载12枚的巨浪2的 潜射型的洲际弹道导弹 它就可以部署在菲律宾海 打击到美国的西岸 部署在关岛以东 去打击了美国的全境 所以亮哥你怎么看 这个核潜艇也出来了 所以12岛链被说 早就已经拦不住了 更别说最近 山东舰不是在这边吗 央视公布的最新消息 就是山东舰的舰队 在这边演习的时候 还有什么呢 东风26来加入山东舰的编队 这个是东风26 有4000公里可以打关岛 当然 不 中国的火箭军 你也不用加入编队 从任何地方都可以打完关岛 因为暗机都可以打到 对 所以也不一定要在 南部军区说实在 你刚刚这个讲的是巨浪2 事实上大家更担心的是巨浪3 因为巨浪3可以设1万2000公里 那就是美国全境 关岛以东因为巨浪2 可以打差不多9800公里 所以大概9000公里 因为关岛到美国 大概要9800公里 所以他只要稍微往东偏一点 就可以打到西岸 这个我觉得就是在秀肌肉 事实上最近已经看到 很多这种现象 就是包括这个 我们上次看到麦卡锡 那次跟蔡英文会面 然后山东舰不是开到了 关岛附近吗 对 这边 这个是山东舰航母 第一次到关岛附近绕一圈 那现在轮到核潜艇 所以我觉得这个 恐怕也会变成常态化 就是说我就到你第二岛链 来绕一绕 那事实上当然更进一步 他就会到二到三之间了 那连夏威夷也守不住 因为你总要去南太平洋走一走吧 南太平洋就是第三岛链 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挡不住 美国自己也心知肚明 不然你做远洋海军要干什么 对 对不对 你事实上 早晚也会去印度洋走一走 对不对 甚至有人怀疑说 搞不好早晚会进欧洲 都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如果核动力的航母的话 他就不需要这个 有这个奶妈综合补给舰 帮他加油 好 这个中国大陆冲返海权时代 他是和平崛起 所以要告诉这些相关的国家 你真的要跟我硬刚吗 你也要奠量自己的一个实力 好 那说到中国大陆 现在外交的布局 亮哥也有说了一个精辟的说法 搞定这四国 这个欧洲就稳了 那是哪四国呢 法国 德国 西班牙跟意大利 这是亮哥的论点 为什么 因为欧盟他是共事局 你不可能搞定 因为27国就美国的影子 不 那个立陶宛就说不要 你怎么会 对 波兰呢 波兰不一定 波兰比较好搞定 因为波兰跟中国关系 其实不错 是 不错的 对 所以主要是北欧国家 还有立陶宛 那不过那些国家 在国家的力量上 跟这欧陆的四大国不能类似 法德西义 对 所以我觉得中国策略很清楚 就是跟欧陆的大国搞好关系 事实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小国 叫荷兰 荷兰很关键 对 因为荷兰是欧洲的贸易大国 对 经历很重要 他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很高 你不要小看他 他跟中国大陆的贸易 大概仅次于德国 荷兰 所以韩正还特别去荷兰 对不对 所以严格讲应该是法德西义河 变五国 应该是五国 意大利当然就是纠结在 一带一路 就是因为2019年 中国跟意大利签 一带一路的时候 那一年大概中国大陆 投资了25亿美元 之后就碰到疫情 结果第二年就变成8亿 然后接下来就是意大利政坛 政坛一团乱 对 换来换去 有人反对 所以也很难进行 现在曼罗尼把他当做话题 抛出来 所以我觉得汪文斌 也做了回应 就是说 中国跟意大利的 一带一路的空间很大 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会处理 因为中国跟意大利的贸易额 非常小 这个 我认为意大利是主要的 因为意大利 最近这几年真的很乱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是 他自己造成的 对 所以要稳住这五个国家 法德 西 义 还有荷兰 这很重要 这都是传统的老欧洲 而且在欧洲27个 欧盟里面 27个国家里面 他们真的是比较有分量的 他们法德 西 义 何加起来 恐怕GDP 就已经是欧盟几乎了 我看可能就超过60以上 这个欧盟真的纳入太多了 有的没有的国家了 有些还要补贴这些国家 这个都是 比较是经济量体比较大的 所以的确是如此 秦刚这一次就是去了欧洲 然后尤其跟德国的部分 他讲这段话也很有意思 就说不要用去风险之名 来行去中国化支持 你会是去机遇 去合作 去稳定跟去发展 奥地利的研究就说 如果对华脱钩 德国一年GDP下降2% 损失600亿欧 所以德国经济部长哈伯克 本来是很反弹的 德国政府批准中远收购了 汉堡港的这些相关的案子 24.99%的股权的交易案 本来他是反对的 现在他们也同意了 亮哥你怎么看 本来中方是希望买35% 所以事实上各有妥协 汉堡港我讲白了 汉堡港如果不是中远来买 你还能够维持第一大港吗 你自己竞争力都有问题 这个坦白讲很现实 因为中国大陆 近来参与欧洲各港口的股权 这汉堡港也不是第一个 事实上它跟西班牙关系更深 西班牙大概有四个港口 中国有参股 法国大概有三个港口 还有荷兰 还有意大利 早就参股了 意思就是你没有大陆的帮忙的话 你的竞争地位 早就已经跑不跑了 你一定会受影响 对 当然是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德国 因为这个德国现在是红绿灯 所以有点乱 因为这个贝尔伯克是代表绿党 可是基本上他也开口了 就是说希望能够不要脱钩 可是因为德国现在提出 一个议题是要去制裁 中国的八家企业 说他们卖给俄罗斯的东西 是军民两用 然后被俄罗斯的企业 拿去给军方使用 秦刚显然是说 如果这样你也要制裁 那可怕会没完没了 对 因为我卖给俄罗斯的民间企业 我哪里知道他的最终用途 是 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讲那个话 说你们老是在讲去风险化 如果你是这样来定义去风险化 你等于就是不要发展的机会 等于是你自己造成的 所以我觉得秦刚就是希望说 你要对去风险化 做比较明确的定义 比如说我们随便讲 比如说电信 华为在4G的时候 在德国大概占59% 然后在法国大概占17% 那你现在要审这个华为的5G 你就要建立一个安规 只要符合这个安全规范的审查 你就应该让人家落地 你不能过去扯说 这个国家买了华为 然后拿去给军方用 这样怎么弄 这样怎么做生意 我讲白了 你美国难道没有这种情况吗 你美国买了俄罗斯的东西 有一些也是美军在用 对不对 如果要这样扯 那扯没完 所以我是觉得秦刚 坦白说他的立场也满强硬的 他说你如果要这样搞 对不起我们会有相应措施 他说不是弱 那就直接抗议 是 对 所以中国大陆是点了德国 也点了日本 在军事上点日本 在经济上也跟德国 要小以大意吗 而且有底气也是会当仁不让 好 再来看到中美之间的博弈 美国你的底气又有多少 拜登他说 如果债务上限没有得到解决的话 会取消亚洲行 但是最近的说法 他说乐观看待15号跟麦卡锡 谈债务上限的问题 还说我要计划 还是要赴日本参加G7 围堵大陆吗 另外来看到的是说 尤其来看到 拜登最近不是跟麦卡锡 僵持不下 只有白宫最近上礼拜五的时候 跟媒体发了电邮 说彼得森国际研究所 说如果债务上限有违约的话 谁会受益 他扯中国大陆 又怪给中国大陆吗 白宫的新闻秘书 上皮也说 如果真的发生债务违约的话 那将会是共议院共和党 送给中俄的大礼物 然后海恩斯 这个是情报总监 他说两党应该达成和平 共处的方式 不要让中俄看笑话 这怎么样你们自己 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 通通都要怪大陆跟俄罗斯 这个已经在搞选举斗争了 这个他就是说你共和党 你党这个你就有土地中国 事实上共和党的思考 人家也是有原则的 他们有说 就是我可以同意1.5兆 对不对 放宽 但是你不能一直 就是这个债务一直累积下去 当然 所以他要他减 他每年要减4千多亿 我认为最后一定会 双方各让一步 这个每次在讨论这种问题 就用那种经济恐吓的 这也没什么好谈 我说实在话 比如说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的美股 他上下震荡285点 是尾盘还是拉伸 虽然说比开盘要低一点 那表示根本没有人 把这个当一回事 大家认为你还是会搞定 所以我认为 这个行政党 行政团队都在吹牛 在贩卖恐惧了 我觉得华尔街股市是最准的 OK 如果真的有这么危险 华尔街应该要跌1000点了 拜托 结果上礼拜五才跌不到100点 就这样 对 所以大家看得清楚 美国现在就是政治的问题 国内政治的问题 现在为了选举的议题 现在相持不下 但是华尔街是看得很清楚 美国这些政客们在玩什么招吗 另外再来看到 说到经济的这一块 中美大家都知道两样型 中国大陆现在经济是 因为有一些疫情 有一些恢复正常了 所以大家被说经济是看好的 但美国不是如此 但是现在很多西方的舆论 都在说 中国大陆的经济见顶了吗 德国之声先说 中国大陆在去年12月 放弃清零的防疫政策之后 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并没有权力复苏 包括说什么4月份的进出口 大幅收缩 出口也是下滑了 然后所以说2008年 中国大陆旧世界的这件事情 他说这一次不会发生 但是全世界经济都是下行的 大陆当然也是受到 外部的环境的影响很大 英国伦敦大学的这个学者 他也说 大陆经济不会崩溃 但也不会回到以前 增长两位数的黄金10年 然后经济学人最近 一起了封面文章就说 中国大陆经济见顶了 中国大陆GDP当然不错 之前都是年均9%的速度增长 然后使得8亿个公民脱贫 但是他现在放缓了 未来经济难以超过美国 不过INF之前 才公布了这个数字 说未来5年 中国大陆对全球的经济增长 贡献率约22.6% 美国是11.3% 经济学人最近几年的预测 几乎都是错的 如果说中国见顶 那请问美国是见哪里 见底 底B1B2 也不能说底 就是中国大陆今年是5.2起跳 到6 美国今年只有1% 你现在说5.2的见顶 那请问1%的是见什么 见鬼了 因为国与国是比较的 你当然如果去说 中国大陆的复苏 没有预期的猛烈 比如说第一季 它成长4.5% 其实4.5%也不错了 说实在 因为他才刚刚 刚刚解封嘛 刚解封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说第二季不如预期 比如说第二季 很多人都认为会超过6% 如果有不如预期 我坦白讲我就认为是欧美 订单造成的 因为欧美真的是经济不好 那中国大陆要出口 大陆就少 所以你那个PMI 你去看中国大陆的PMI 制造业的经理人指数 49.2 其实没有超过50 那个当然就是因为出口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我是觉得 经济学人我真的是懶得看 虽然我已经看了20年了 可是我最近就觉得 他的标题都乱下一通 你如果这样叫做见顶 因为他的标 封面故事叫Pick China 那请问美国是Pick US吗 他今年只有1% 那你要怎么去说美国呢 你为什么不去说美国呢 对不对 这些西方媒体最爱炒作 中国大陆 中国崩溃论现在变了2.0 叫做中国经济见顶了 但是经济专家 郭建亮不太认同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之后 如何帮助监督的力量 更加强大呢 请您每天一起这样做 随之随地打开我们 中天新闻网的app 随意滑一滑 第一 每天为我们实则新闻按赞 好在顶下的这个小丑筹 按下去变成蓝色就对了 每一个赞 就可以获得一枚的望币奖励 第二 每天写下实则留言 每一个留言就可以获得一枚的 望币奖励 第三 每天帮我们分享实则新闻出去 每一个分享就可以获得 一枚望币奖励 望币越积越多 就可以兑换快点货的国家券 或者是特别好礼 每天滑一滑中天新闻网app 做好支持中天三步骤 10个赞 10个留言 10个分享 让我们监督的力量更强大 好 中美 现在被说是关键的10年 方方面面都会被拿来做比较 在制造业的这一块 亮哥提供了一个 让大家看到一个新的观点 尤其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在全球的 制造业的增加的比重 是大幅的越深 大家都知道 但这个数字 这个图表就非常的清楚 大陆大概是30%左右 这是2020年而已 这都还是往上的 所以他在全球的制造业占比 是越来越久 这个是附加价值 他的占比是16% 附加价值 附加价值增加到30% OK 他也是很惊人 附加价值才是真正的 才有真正的意义 OK 因为不管你都是货 那是总量而已 OK 所以中国大陆在制造业 是往上的一个趋势 最新有一个数字 亮哥之前也说 中国大陆汽车发展 是让他觉得非常的惊艳的 尤其是来看到 这数字真的也是出笼了 2023年首季 第一季 中国大陆越居为全球最大的 汽车出口国 这当然有传统跟电动车 整个加起来 大陆在第一季的时候 是106.9万辆 同期增长54% 大家都知道第一名 应该是日本吧 他长期都第一名 但是在第一季的时候 他交出全球单 104.7万辆 其实第一季被中国大陆给打败了 然后2009年以来 大陆其实都是什么呢 大众 通用 宝马 兵士这些来主导的 但是这三年的数字就惊呆了 2021年出口超过了200万辆 超越了韩国 2022年出口达到332万辆 超越了德国 然后2023年第一季 就是冠军了 打败日本 这个未来会遥遥领先到 可能是后面的全部加起来了 你说日本跟韩国 德国加起来都可能都 有可能 因为中国大陆 他自己的预估是2030 他出口大概会有800万 800万 真的就是这些加起来 真的就是超高 这个是有逻辑的 就是说你去想非洲 非洲人口12亿 如果有一%的人成为中产阶级 那就1200万人 天安心人 那总要开车吧 还有很多地方 比如说中东 印尼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这个是可以预期的 所以他为什么会超前部署 去买那个汽车货轮 对 对不对 24艘汽车货轮都是中国买 对 因为他已经预期到了 有这个订单 想当然而就是一定是他的订单 因为他的车就是比日本便宜 CP值性价比又比较好 性价比已经超过韩国了 所以韩国被他打败了 对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 稳定的往上走的趋势 尤其是如果是新人原车的话 对 这个趋势会更明显 大概是这样 没错 新人原车 因为我最近刚刚去了中国大陆一趟 我去打车的时候 这个司机他们都用新人原车 这个坐起来也是满不错的 而且都用自己国家品牌的 就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然后其实真的你看 在环境上也是比较好一点点 中国大陆现在又有一些战略的机遇 中国大陆成联会的秘书长崔东树老师 就是说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 俄罗斯市场的国际品牌 全面被中国大陆的车给取代了 以及中国大陆新人原车的出口 竞争力提升 都会导致这个出口是成长的 我们看看这个数字 为什么说真的是战略机遇 中国大陆第一季 来看到2023年第一季 他出口的第一名谁 俄罗斯 各时百千万 一万四千多辆 然后第三名是比利时六万多辆 连沙特也有是五万多辆 所以这是出口国家来看 但是如果就地区来看 38%是欧洲 32%是亚洲 所以欧洲他也攻占进去了 这个也不稀奇 因为欧洲 他2030年要去石化车 所以本来大家就要买电动车 所以欧洲也有很多地方 中国的车都已经打进去了 事实上 我看到这个数字我们再往下 其实比利时也有 你看 比利时 你看他就是欧洲的这些 事实上欧洲人也不一定要开好车 他也不一定要开非常贵的车 我说实在 他很多地方就是可以开就可以了 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大概是世界性的 比如说比亚迪他也在日本东京 他已经开旗舰店了 然后他要开100家 100家销售店 日本的车子应该算竞争力很强了吧 是 因为他自己就是 比亚迪他不是照样进去 所以你说他在比利时在德国 这有什么稀奇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他大概就是作为一个 新的产业 然后会发展得越来越快 因为汽车这个工业 他所带动的零组件是更大的 对 他在俄罗斯有这个现象 这个并不稀奇 你如果去看手机 那不是更严重 手机也是全部都用他 也用北斗这些 是 所以俄罗斯家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被制裁的状况 短期内没有取消的可能 这些西方国家的这些 原本在那边有设常的 现在也说 我希望也让中国大陆能接手 所以才会说这是一个战略的机遇 从中亚的这一块 地缘政治的机遇 到现在是产业的机遇 这就是中国大陆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机遇 好 再来看到比亚迪的 他也交出了蛮好的成绩 在Q1的时候 利润 净利润突破了400% 营收是来到1201.74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79.83% 销售来到了55.21万辆 同比增长92.81% 三个月都是单月突破了20万辆 然后他也攻进了日本 像刚才亮哥说的 德国 澳大利亚 巴西 40多个国家跟地区 好 不只是比亚迪 理想四个月也交付了新车 25000多辆 创下单月交付创纪录了 连续两个月都是超过2万辆 在新造车的企业当中 也是满不错的 所以大陆的新能源车是百家争鸣 不过比亚迪是遥遥领先 他一个月就20万辆了对不对 比亚迪可能要很快的 会去增加他的产能 因为太多人要了 我认为他 他这个趋势早晚 他会超过特斯拉 早晚 早晚 早晚超过特斯拉 因为他就会越做越熟 比如说今年他在开始推出豪车 那个U8 对 然后他基本上都是电动车 所以 知道还有包括公共汽车 也是比亚迪做的 日本很多公共电车 美国也是 我觉得这个趋势 你可以看到同比增长的幅度 那非常惊人 对 吓死人了 营收79 销售额是92 净利润400% 这都是同比增长 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 他恐怕就是会大量的 到别的国家去增加产能 对 那就要看他要在哪个国家布局 比如说特斯拉 特斯拉就是盖超级工厂 在美国 上海 还有德国各布一个点 对 我看他早晚要走车条路 是 说到了布点的这一块 中国大陆在跟欧洲 的确有很大的一个互补系 大家都知道欧洲像德国 是一个汽车的大厂 但是欧洲很多的是 中国大陆也去进行投资 尤其是新人员车的这一块 尤其是电动车的电池 来看到 2020年中国大陆对欧洲的 绿地的项目的创纪录的 来到33亿欧元 你看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一些电动车的 电池的一些相关的投资 亮哥 你怎么看 对这个 我们讲那个Greenfield 事实上指的是实体投资 就他不是财务投资 他是当地的实体投资 中国大陆很明显在欧洲的投资 在这两年是暴增 其中有关汽车的部分投资最大 第二个是ICT 我觉得主要是电信 这两个大家想来就知道 代表新的企业 就是BRD 宁德时代 然后还有华为就是这样 对 所以都是 中国大陆很多领域 它是弯道超车之外 还是换道超车 我们先回到上一章来看看说 中国大陆现在 因为很多的产业 刚刚亮哥说了 它附加价值的产业 占了全世界的30% 制造业那么强 但是很多国家也要思考说 我跟中国大陆交换东西 买东西的时候 为什么一定要用美元呢 这个重磅消息来了 巴西的最大纸张的生产商 说考虑用大陆要出售旗下产品时 要改用人民币节 所以亮哥在直播的时候也说 下一步会不会是什么 铁矿吗 他本来是43是卖给中国大陆 你说这一间 对 纸匠 对 因为铁矿已经有潜力了 就是澳洲 然后澳洲铁矿 它已经有具体的成交出现了 就是部分用人民币计价 第二大铁矿就是巴西 巴西那不用讲了 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巴西本来就要跟中国大陆 用人民币结算 最大的出口项目就是铁 所以我认为一定是铁 这又是水到渠成 而且中国大陆事实上已经 大概在三个月前吧 他就已经在整合 全国的进口铁矿的公司 然后要统一办理进口 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想到 要用人民币了 所以澳洲第一家 然后第二家一定是巴西 就这样 澳洲跟巴西就已经占了 中国大陆很多铁矿的来源 我看应该是占了全世界 我认为全世界 他们两家加起来 应该超过50% 天啊 那你看这个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为什么很多的大中运输 大中的货品要用美元 那都是国际的定价权的问题 现在如果这些连大中的这些 农特产或者是铁矿石 这些都用人民币 或者是他们这几个 重点的国家用人民币的话 那真的不得了 当然 对 好 另外再来看到 说到人民币的国际化 现在他当然没有说要取代美元 但是是大家不想要用美元 最近香港交易所5月15号 启动了北向互换道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提升人民币在全球市场的地位 任安哥 这个局势您怎么分析 这个主要是 你可以在香港就直接下单 然后因为大家对香港市场 比较熟 所以你不会习惯到上海 或者到北京中央去做一些 利率的一些互换 你以后就在香港 就可以直接完成 所以是外资对香港很熟 对 香港就会帮你去处理 这个利率互换的部分 所以我有一些朋友 已经跟我讲说 现在已经可以用人民币 在香港买股票 对 那就是很大的一个 因为他就直接互换 是 就利率互换 你本来就是 你一定要用开港币账户 你才能够买港股 现在就是 因为香港这家公司 就直接帮你做利率互换 所以就 你用人民币就可以买了 所以 人民币变更好用了吗 不 这个是必然要做的 因为港币是跟美国有固定汇率 因为跟美元是有联动的 固定汇率 所以他当然就是逐步的要 让人民币在香港市场的比重 越来越高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沙特他 手上如果那么多人民币可以干嘛 亮哥这是不是对沙特 这些也很有诱因 沙特如果要来香港做第二上市 他肯定不要港币的 他怎么可能要港币呢 他当然要人民币 所以我觉得 你同理可以去设想别的国家 中东主权基金 如果要来香港投资 他当然是要用人民币计价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长期趋势 因为中国大陆不可能 跟美元搞固定汇率了 不可能 他不可能去对标他的 不可能 事实上现在大家比较好奇的 就是说金庄国家 未来如果要真的形成一个 所谓的虚拟的共同的货币 那个计价的谋定基础是什么 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明朗 可是初期可能就不是这样做 初期应该是说 就是可能部分用人民币 部分用本币 就是减少美元在交换过程中的使用 大概是这样 应该也是所谓一篮子货币当中 有可能 可是因为坦白讲 每一个国家撑之不起 最有利的还是人民币 有些国家货币你根本不敢用 对 把它纳入一篮子还会担心 你贬成这样子要怎么办 所以还是要有稳定的货币 人民币当然就是 包括了阿西安国家 东盟国家也在讨论说人民币 或者是说大家能不能怎么样 不要用美元 大家现在不是说要帮人民币国际化 是大家不想用美元 好 阿西安可能考虑用人民币 大家一起来本币结算 然后刚刚亮哥说了 金砖国家不宜死 今年要大扩充 扩容 这些国家也是苦美久矣的 所以亮哥这又是不是一个机遇了 他们已经说了 说要讨论这个议题 8月 就是他说第一个议题就是要讨论 货币交换的问题 是 所以今年真的是精彩可奇 所以我们都说 中国大陆有一些战略机遇 就是讲了这些地缘的问题 还有企业的问题 还有包括人民币 这都是战略的机遇 说到了这个不想用美元的部分 巴基斯坦也说 要可能用人民币来支付 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 最近好多国家都是这样子 之前俄罗斯也是 跟印度用卤比 这个不好用 担心 就想用人民币 然后亚投行最近也有说 经历群 经历群 行长说 人民币重要性虽然会提升 但是他不是要取代美元 这个美元跟人民币 会有更好的合作 你怎么看 亚投行本来就是面向全世界的 事实上据我了解 亚投行他是用英语上班的 所以 所以他本来 他跟金钻银行一样 他是面向全世界的 事实上我有去看金钻银行的账 他事实上人民币的占比 也大概只有30左右 他美元还是占60几 所以坦白说我们现在看到 比如说美元他在储备货币 他降到58左右 可是贸易货币大概是80几 坦白说你能够让美元在贸易货币 降到70左右就不得了了 因为亚投行大概就是67左右 所以我认为亚投行 不是亚投行说错 金钻银行 金钻银行目前那个数字 大概就是 未来大家可以期待的 暂定的目标 就是贸易货币 美元大概会降到70左右 从80降到70 我现在可能不止80 因为现在美元毒枪 还非常高 大概有85左右 是 这是一点一滴的 因为中国大陆 他也不是说他的目标 是要让人民币去取代美元 或者是那么快的国际化 当然也会担心 这个钱在世界流动的时候 就很容易会被外汇或外资 这些相关的来操作 大陆中国人赚了那么多钱 然后这个钱 辛辛苦苦的钱 被外资给抄底了 那可怎么办 所以中国大陆是 没有必要 所以我们就讲了很多次 不是说人民不想国际化 而是现在不是他的 主要的一个目的 亮哥你怎么看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人民币崛起之外 大陆科技很多领域是换到超车 然后来看到的是APP的部分 也是如此 现在最新的统计说 全球热门的APP 33%来自中国大陆 比如说包括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Tiktok 虚映 提姆 你怎么看 不 你这个就是广义的 中国的电商在世界的影响力 因为中国大陆就是141个国家 最大贸易伙伴 全世界才194个国家 联合国里面的 是 所以他既然是最大贸易伙伴 你看他的APP当然就会进去 很多人就直接 会使用中国的APP 就是这样 包括手游 实际上你这里还是属于电商范围 他还有很多手游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 并不稀奇 很自然的现象 中国大陆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 各行各业的领域 都会有一些一席之地 像这个APP也打进了全世界的市场 这也是中国大陆的科研的结果水到取胜 谢谢大家收看 你现在这个国家像话吗 大家都知道啊 乱七八糟的啊 贪污也不怕你知道啊 被你抓到了也没事啊 也不怕骂啊 当然要有反贪污联盟出来 很好 就有一个新势力吃来看看 改变看看 看百姓的头脑会不会清醒一点 最起码国内政治不要这么乱 你简直把台湾卖掉了嘛 本来安居乐业很好啊 干嘛要把台湾推向战争边缘啊 在政党起来 你会投篮 投绿还是重点 我投 我选人 我选人不选党 希望成立个反贪污的大联盟 是 这样的法庭成立 你觉得这样很可惜 可惜呢 我说贪污太严重了 有有有 贪污太可怕了 贪多少 就会想办法拿多少回来 所以这是很可怕一件事情 有这样子的监督的这个机制是很好的 我猜政府现在应该也是有啦 只是说 有没有真的敢办到那么高层 或者抓到这么细的东西 我们就不敢确定 那政兰起像这样 你会比较挺男体力 还是跟我们一样武党武派一生 没有 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的 就是三四十岁的中生代 其实大部分还是选人啦 对 蓝绿的二斗啊 就像我们的就是反贪污的联盟 反贪污啊 我认同啊 怎么说 因为 就是可以由其他人来解释他们 就是政党的 做肉席